想要挑戰超難的遊戲嗎? 今天分享的這款 歡迎來挑戰 今天要來分享的一款老遊戲 不對 嚴格來說應該是兩款才對 分別是迪士尼的阿拉丁跟獅子王這兩款遊戲 其實光是從遊戲進來的畫面 就已經不難知道它是有點歷史的味道 這次移植的版本總共跨足了三大家機平台 就連PC的平台也可以玩到 想要體驗看看的呢 不管你是擁有什麼樣的平台 都可以去找找看這款遊戲 而且這次的移植作品 據資料上所示呢 是有提升畫質 再把兩款直接做成合集來販售 嗯...畫質提升的方面嘛 我是真的看不太出來啦 如果說遊戲畫面以外的框框呢 那個畫質真的是頗不錯的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這兩款遊戲 首先那這兩款遊戲是迪士尼的動畫作品改編而成 所以整個畫風呢也很有迪士尼的味道 如果有看過他們的動畫啦 會覺得有一種頗為親切的感覺 那是別以為親切就小看這兩款遊戲的威力喔 剛開始我在進入遊戲的時候 就以為這種古早味的迪士尼遊戲 應該會蠻適合大人小孩一起玩的 至少難度應該不會太難 反正就是抱持著這樣的心態 先從阿拉丁開始玩起 那麼阿拉丁的控制其實也不會太難啦 跳躍丟蘋果 嗯...這個是蘋果嗎? 然後揮刀再搭配前進後退 就可以來控制好我們的阿拉丁 想說不會很難 這個就是真的單方面的想法 因為以前的遊戲通常很少引導的關卡 會來教我們慢慢操控 一開始就只能在一些比較空閒的地方 自己摸索該如何來控制自己的角色前進 甚至是來做一些動作等等喔 在敵人的方面呢 我個人覺得也是不太會有什麼循序漸進的感覺 一開始就會給你下一點點重角色 來讓你還好地體驗一下這款遊戲的難度 那我自己是這樣想的啦 其實到長大之後 我再回頭去玩那個原主洛克人的時候 也都會覺得這樣子的遊戲呢 為什麼小時候我有辦法一直不斷的破關 可是在長大之後 我真心覺得真的是非常難 那當然洛克人可能是小時候還有破關的遊戲 其實小時候還有很多遊戲 像是惡魔城啊 或者是冒險島等等的喔 這些遊戲在剛進去的時候 我覺得都給了一種非常有趣 非常喜歡的畫面 甚至在音效的部分 音樂的部分也都下的還蠻不錯的 可是當我們去玩到它的時候 真的會是被電到一種不要不要的感覺 所以這次在體驗這款阿拉丁的時候啊 說真的 我也真心的被這樣子給電到的 為了錄這些畫面呢 真的是前前後花了不少時間 才來達成一點點 我所需要的畫面 接下來呢 我又體驗了第二款就是獅子王的部分 獅子王的部分呢 是從小時候可以玩到他長大 甚至呢來打敗他的樹敵他的對手 其實這款遊戲喔有幾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因為我在玩的時候啊 這款遊戲是花了比較多時間去體驗的 畢竟獅子王跟阿拉丁可能我對獅子王的印象比較深刻一點點 那麼他的控制其實也不會到太難 一開始呢就是會有一個獅猴跳躍跟前進後退 大概就只有這樣子就可以來玩這款遊戲了 但是如果你覺得只有這麼簡單的控制喔 就可以看完這款獅子王的遊戲呢 那也是大錯的錯 剛開始的第一關關卡呢 是有怪物的配置的 在這一關其實我就已經有稍微的失敗過了幾次 記得沒錯的話 剛開始的生命數應該是只有兩個 加上我們剛出現的那一隻 所以總共是三個生命數 接下來他的接關也只能接一次而已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哇 那他如果接關只能接一次 自己的生命就只有三台 所以加起來總共是六台的狀況之下 要來過關甚至破關可能會有點難 不過沒關係大家聽到這邊 雖然這款遊戲蠻難的 不過我有買了一些可以告訴你的小逆招 也不能說小逆招可能大家都知道 等一下再來好好的告訴大家 聽完之後呢你就會覺得說 欸這款遊戲還是值得來體驗一下 在獅子王第二關的部分呢 其實他的難度就不太一樣 他比較偏向意志型的感覺 因為敵人變少了 但是有很多猴子那種擺盪的位置啊 是要讓你動動腦的 那剛開始我在玩這個時候啊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提示 所以你也不知道說這一些東西要幹嘛 單純就是完全要靠自己摸索 我在這一關的地方真的卡了非常非常的久 一直在想說我要如何 透過這些猴子的那個擺盪 甚至拋戒的位置喔 來讓我可以到達對岸去 這個地方我真的搞了非常久 大概玩了半小時到40分鐘左右的時間吧 一直在這邊卡來卡去 在玩的當下呢 我也有找了Garry 找了Jeff一起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是在玩什麼東西 你們兩個有沒有玩過同一款遊戲 但是非常可惜的 我們三個都是一致局沒有玩過的那一邊的手 所以呢 這款遊戲就在我慢慢摸手之下才發現 喔原來在第二關的部分呢 這些猴子知道他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我們可以用吼叫 來把他嚇一跳 嚇完之後呢 他就會把我們往另外一個方向拋接過去 其實這個是屬於一個比較有意志的部分啊 我們在玩的時候呢 會有點挑戰智力 挑戰那種意志的感覺 所以其實在這個部分 雖然說不好解 但是還是會花上你非常多的時間去挑戰他 那我在這地方也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去玩喔 不過說真的我真心覺得這兩款遊戲的難度真的都是頗高的 因為不管我是很認真的慢慢跳 或者是慢慢走 很多地方呢 他都是需要你記下來一次 這個關卡 這個地方 到底要怎麼過去之後 等於是死完之後 你要拿命去換 換完之後呢 重玩之後 你就是每一次可以慢慢的越往前推進 講到這邊呢 有沒有人覺得難 其實如果以前就有玩過這款遊戲 或者有看過這款遊戲的啊 應該也都會給予他一點點難度上的肯定才是 至少呢 這次在Switch上面 有一個還不錯的招式可以使用 這個我不知道在老式的主機上面啦 是否有這樣的秘技可以使用喔 首先就是我們現在的按鍵呢 是有LR的部分 那我在玩的時候啊 其實他的L就是可以倒帶 如果你先玩過去有碰到怪物扣了血之後 你發現 哎呀我不想要扣血 其實你可以按住L 這樣子呢 就可以讓他回覆到 倒轉到你想倒轉的地方 然後再讓他重新開始 這樣子呢 就算你死掉 你都一樣可以倒轉回來 哎 怎麼突然覺得這樣子好像遊戲簡單多了 嗯其實還是不簡單啦 因為你在這個不斷倒轉的情況之下 其實要過關喔 還是得要玩上非常久的時間 當然在現代遊戲來講 其實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所有的地方呢 都可以來做存檔跟獨檔的動作 這一招就是很適合使用謝夫羅德大法 謝夫羅德大法 真的是蠻好用的 但是我要再公佈一招是更好用的招式 就是啊 那這次的移植版當中 哎我先跟大家強調一下 在之前版本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功能 但是這一次的移植版功能當中 除了有多了一個博物館 可以去看一下這一些動畫的東西以外呢 還有一個是 Watch的觀看模式 你進到觀看模式之後呢 會發現他把整個遊戲變成一個很像動畫的樣子 下方也有快轉啦 下一段啦 甚至是時間軸的部分 都會在這邊出現 那兩款遊戲以電腦在跑的部分啦 其實大概都是40幾分鐘左右 所以其實他的劇情是不算太長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好好的破關的話 講真的還是得花上不少的時間 因為死掉的次數可能會非常的多 得要不斷的重來再重來 你找辦法在關卡當中慢慢的推進 那這個Watch的好處呢 就是你在看到你想玩的位置 你可以直接進到遊戲當中 就可以來進入Playing的模式 這個算是一個超級進 或者是一個打秘技的方式啦 反正就是差不多 跟以前打秘技真的是差不多 你想要玩到哪個關卡 你想要從哪個關卡開始玩 就可以直接到那個關卡 直接來挑戰 那也讓我在這遊戲呢 好不容易才可以享受一個破關的成就 當然這個是比較作弊的啦 因為我中間其實都沒有玩喔 都是直接看那個 Watch的模式呢 直接把它跳過去的 所以我覺得這款遊戲 雖然說有一個存檔 一個讀取的招式喔 但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 想要從某一個關卡開始挑戰的 你可以使用Watch模式 然後看到你要的那個位置 再進入Playing的話 這樣就好了 也相信這款遊戲呢 在這樣子的趣味狀態之下 也可以讓我們體驗到更多的關卡 甚至是小時候的一點點遺憾 就是你破不了關 或者是卡在某一關之後呢 都可以在現代的獅子王或阿阿丁裡面 直接使用這一招 來去當初沒挑戰過關的地方 重新挑戰一次 再接再厲 繼續加油 完成小時候沒有達成的夢想 把它破關吧 好啦 今天的遊戲體驗呢 就差不多先到這邊啦 好 真的是難度十足的遊戲啊 說真的 被這個差點磨練到 完全玩不下去 後來呢 才發現到原來有倒轉這一招 嘿 簡單多了 好啦 來看一下它的方面好 首先來的方面好 在上面這裡是阿阿丁 下方是獅子王 這裡有寫上它是16位元的遊戲 所以是比較早期 應該是在操認 SEGA那個時期的遊戲 不過據說這個阿阿丁啦 Jeff說這個阿阿丁 他在 Game Boy上面好像也有玩過 背面的部分有一些遊戲的畫面 這款遊戲呢 在T模式 平板模式 掌機模式 都是只能自己一個人玩 他也有支援到Pro的手把 再來打開裡面的部分呢 嗚 完全結白一片 這片卡夾呢 它是歐版的 其實這兩部動畫呢 都算是迪士尼還蠻經典的動畫 相信呢 認識它的玩家 應該是不在少數 但是呢 玩過這款遊戲的 我相信應該是年紀 會比較稍微大一點的朋友 才會玩過 因為我在網路上面看到 這款遊戲 其實是25年前的遊戲 很多可能在看影片的人 這一片遊戲 可能還比你還要大一點 那有機會呢 想要挑戰一下這兩款遊戲的 也可以自己去買來挑戰看看 OK 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 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掰